雖然冬至天氣冷嗖嗖 但是選情可是熱呼呼 尤其是選戰進入最後倒數的時刻 現在有不少候選人的夫人 也投入了戰局 今天早上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 吳敦毅的妻子蔡令儀 就回到故鄉宜蘭拉票 而另一邊 另一邊民進黨也加緊了腳步 是拉水牛 搖東青來過冬至 外頭還下著小雨 行政院長夫人蔡令儀 一身輕便雨衣 一大早就來到宜蘭市的丹杯館市場 向婆婆媽媽們拉票 你好 媽姨姊姊姊姊 感謝你好 感謝你好 感謝 加快腳步拉緊每一張選票 不過被聞到敏感的宇昌案 這回她搖搖手三肩七口 類似媒體講很多了 出身宜蘭的蔡令儀 回到故鄉格外親切 只是民進黨對於吳敦毅 這位宜蘭女婿卻很有意見 國民黨打出夫人牌 另一邊民進黨則選在東智 秀出水牛麗拼 不但替水牛慶生 請水牛吃番薯蛋糕 還應景請宜蘭鄉親市場園 擲乾淨 冬至這一天的宜蘭 選戰可是大得熱呼呼 民進行為黃富裔宜蘭報導